欢迎来到车神观点 密尔沃基搞笑路今天解雇了他们这个赛季刚上任的主教练 Edrian Griffin 这个决定非常明智 尽管熊路这个赛季战绩仍有30胜13负 位居东部第二 但是他们最近的比赛画面完全无法令人支持 尤其是一月份开始他们举步维艰 只拿到六胜五负 除了防守位居联盟第27以外 他们的进攻也极其丑陋 昨天甚至和活塞这种联盟垫底球队杀得难减难分 这个赛季熊路开局赛程非常简单 仅仅比太阳困难 而且他们防三分运气非常好 位居联盟第四 但根据EPM官网的数据 他们在获得了这么多buff的情况下 修正近身分只有2.5 甚至还不如骑士尼克斯和提胡 和真冠球队毫无关系 根据熊路对记Eric Nam的说法 格里芬已经失去了球员和管理层的信任 在集中赛输给印第安那之后 管理层已经出现了质疑 而字母格则因为格里芬迟迟迟无法调教好防守 而失去了耐心 格里芬坚持使用两个完全没有防守的后卫首发 导致球队作用两个防阵级别的内线 依然只有联盟20开外的防守 这件事确实无法领域接受 而替补习上的波蒂斯 康罗顿以前至少是中等水平的防守人 而这个赛季他们在防守当完全不知所运 列拉德则和格里芬矛盾由来已久 这个赛季虽然列拉德依然维持着25加7的水准 能打出61%的真实名中率 一遍免的位居联盟第14 但其实他的进攻打得很挣扎 他在场上的不舒适肉眼可见 格里芬迟迟无法解决列拉德的进攻问题 而列拉德则非常耐心的配合他 去打各种无球战术 虽然雄武现在进攻效率位居联盟第二 但仔细去看场上的回合 他们更多还是依靠球星个人能力在解决问题 战术细节打得非常粗糙 无论打什么球队 都依赖打到关键时刻去拼球星成色 他们很少打小阵容 双塔阵容从头打到底 而且轮换一个个被DMP 导致利拉德和兹姆格的出场时间都在35分钟以上 和布登霍尔泽时期 滑滑水就赢了 简直天壤之别 有球迷认为格里芬知道怎么赢球 只是想经常去试一些新战术 会牺牲一些战绩 但现在看来 他最终没有让队内球军支持他的想法 最终对更因社彻底失去控制 从这个半个赛季的比赛样本来看 雄武总体打得非常丑陋 一句试战术为了季后赛做准备 无法解释这件事 在失去所有人知识之后 格里芬注定下课 而字母格自己选教练这件事也宣告失败 雄武看似天亮了 但是一个恐怖的消息来了 根据上午11点CNN的报道 NBA历史15大教练 有着24年辉煌执教历史的Dark Rivers 即将空降密尔握机 字母格和利拉德何德何能能拥有 如此伟大牛逼光辉的主教练 雄武管理层的智商简直已经突破天际 但最新一条消息根据CBS Sports NBA表示 雄武尚未和任何主教练达成协议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根据Shames报道 雄武已经和李福斯就主教练一直进行了交流 而他现在领先所有主教练的候选 也是继承事实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李福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教练 这个人在我的拆给球星和球员排名系列 有着巨大的存在感 主要还是执教历史太悠久 而且一直都在执教各种超级明星和强队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的光辉履历 李福斯是80年代老鹰的招牌后卫 多姆尼克威尔金斯的重要帮手 巅峰时期他可以场均贡献14.2分9.3注 而且这个人比赛影响力非常恐怖 巅峰BPM达到了6 也入选过1988年的全明星 绝对是80年代一个有头有点的重要角色 退役之后他很快在奥兰都魔术 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最辉煌的两年是 是2000年凭借48胜48负拿到年度最佳教练 以及带领麦迪3比1领先活赛之后 被4比3逆转 这也是他生涯无数次被逆转的第一次 08年带领三队头的波士顿独冠 是他的生涯光辉时刻 也是他入选NBA15大教练的最大砝码 波士顿凯尔特这支球队在NBA地位超然 总是能给球员甚至教练带来巨大加成 一贯教练何其多 李福斯却能轻松入选 但是08年常规赛66胜的波士顿凯尔特人 竟然在首轮和37胜的老鹰抢期 这件事多少还是非常奇怪 但李福斯最后证明了这并不是偶然 从此之后他也彻底迎来了他的巅峰时代 09年半决赛 绿军3比2领先魔术被逆转淘汰 10年总决赛3比2领先胡人被逆转淘汰 12年冬决3比2领先热火被逆转淘汰 离开波士顿之后 李福斯又开始了他的西部传奇 2015年西部半决赛 快船3比1领先火箭被逆转 2016年西部首轮 快船2比0领先开拓者被逆转 2020年西部半决赛 快船3比1领先绝金被逆转 2021年中部决赛 76人2比1领先老鹰被逆转 2023年东部半决赛 76人3比2领先卡尔特人被逆转 李福斯整个生涯 共计12次结果赛被逆转 整个执教生涯 几乎一半的时间再被逆转 而且今年已经越来越离谱 尤其是类似20年快船更衣式爆炸 20年甩锅给本西蒙斯 这种简直无法忍受的事件一再出现 很难想象为什么还有球队 愿意聘请他为主角链 李福斯确实有一些优势 比如说他擅长调校平民阵容 可以在常规赛搭建逻辑自下的攻防体系 同时他还和各类巨星合作过 也深受不少黑人球员的喜爱 但他整个盛压的季后赛履历 其实极其惨淡 而李福斯的暂停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们再来聆听一下他今年的暂停时刻 多么激动人心 充满细节和逻辑思考的战术布置 不愧是NBA15大教练 你值得拥有 虽然现在消息还没敲定 但如果熊悟真的决定聘请李福斯 周围主教练 那我已经看到支持球队的未来发展趋势 他们将以不错的战绩度过常规赛 首轮碰到一个软柿子轻松过关 而次轮则遇到9LNB率领了76人 在3比2领先之后 最终被恩比德成功逆转 让大帝生涯第一次进入冬绝 恩比德能否进入冬绝就看李福斯了 我们来看看熊悟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